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解全国离线版出口退随系统的安装和配置 我是主讲老师谭天 那么在这次讲解的内容里面我们分为三大块 一个是出口退随系统的下载与安装 那么下载这一块因为我们会耗时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只给大家一个相关下载的这个网址 那么下载我已经给大家下载到我们的桌面的这个文件夹里面 那么后面就跟着我们这个参数和配置了 最后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出口退随系统里面的这个备份和导入 当然这三块的这个内容并不是说按照一个顺序 就是说一下来的我们就是按照进入系统的这个顺序 给大家就是说进行讲解 那么我们今天讲解的这个操作系统呢 因为我们的生产和外贸呢 都是一个下载和一个安装 相关的配置呢 也变化不是特别大 所以呢我们就以外贸企业的这个退随系统 为案例吧 那么我们首先下载下来的是一个压缩文件啊 这个压缩文件呢 我们需要进行解压一下 然后呢我们点击解压啊 解压到当前的文件夹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打开一看呢 会是一个可执行性的这个文件了啊 外贸啊 外贸00001啊 好我们双击一下 这里面叫离线啊 外贸离线00001啊 点击是 那么这个安装呢 就是根据我们各个计算机的这个性能的快慢了啊 但是如果说我们大家呢 第一次安装的这个离线版的出口退随申报系统呢 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应用过出口退随申报系统 第一次安装 那么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这个退随申报系统呢 会要求你安装一些其他的一些软件 比如说一些C语言了或者一些FreeWork的整一些补充的这个软件 大家就点击这个确认就可以了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安装好了 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主页面上就有一个离线版本的外贸企业退随申报系统啊 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我这个要多了啊 在这里边啊 离线版本我们给他拿出来啊 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第一次要双击他进行信息的配置啊 双击他进入 好 进入了之后呢 会出现用户名 小写的SA 密码呢 是空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咱们的学员呢 不管你有没有我们出口企业呢 都可以进行应用啊 我们得去确认啊 不需要进行这个密码的这个填写啊 就是空我们都可以了 那么我们应该说呢 这个离线版本呢 在我们的这个十月份呢 就陆续全国开始进行推广了啊 但是呢 个别地区呢 一直会到十一月份才有升级的这种机会啊 所以呢 譬如说我们一些老企业的话啊 那么你在升级我们这个离线版的 出口退税申报系统的时候 一定要将以前版本的退税申报系统呢 给他做好我们这个相关的备份啊 那么如果说我们已经做好相关备份的 这样的企业的话 我们点击企业信息导入啊 这里面有一个云备份 还有本地导入啊 我们在这里面选择本地导入 然后呢 我们选择C盘 C盘呢 在我们的 目录下面有一个退税申报系统的备份 我们点击一下 选择一个我们最近的备份的日期的 这是2020年的9月7号啊 我们选择对 然后呢 打开 这样呢 他就会自动呢 将我们一些企业信息呢 给他更新到我们这个页面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老企业的话 那么这些信息我们 都需要企业信息的导入 如果你是第一次进入我们这个系统的新企业 就是我刚成立 刚成立 那么你肯定就不能像老企业那样去导入信息了 因为你没有信息 对吧 所以像这些信息的话 就需要我们自己呢 手工进行配置了 手动的进行配置相关的这个企业信息了 新企业在进行信息配置的时候呢 还要点一下新企业备案啊 然后呢 就会直接进入新企业备案的这个页面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是一个老企业 我们将企业信息导入进去了 我们对比一下自己营业执照上面的这个海关企业代码啊 社会信用代码 那些识别号 都是不是相符的 然后呢 我们点击确认 确认信息 填写信息无误啊 我们点击确认就可以 当然如果说我们的信息呢 在第一次填写错误了 那么我们这个离线版本呢 也提供了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在以后的这个模块里面 也可以进行更改信息啊 点击确认 那么他就会有一个提示 是否导入备份数据 那么刚才呢 我们导入的是企业信息 对吧 但是现在提示的是 你是否导入以前的出口退税的一些数据 那么是否导入呢 我们点击是 他正在获取数据的这个列表啊 一会儿就出现了一个界面 会显示我们读入的这个过程啊 好 这里面有发票信息库啊 出口已申报 然后进货明细 这都是我们这个企业 以前在进行申报时候的这个数据啊 所以在我们一开始进行这个离线版本的这个登录的时候呢 大家选择我们这个业务数据全部导入进去啊 这样我们在进入这个系统之后呢 就不用再进行一次导入了 当然我们这现在因为给大家录课啊 所以软件打开的比较多 这个速度有点慢啊 但实际上情况的话还是比较快的啊 好 点击确定 导入完成了 那么这个所属期呢 我们在以后的课程当中给大家讲过啊 所以呢 在这里边我们就不给大家进行讲解啊 我们点击一个所属期 07啊 好 然后呢 把向导呢 给他自动隐藏这个按钮呢 给他定住 这样这边的这个向导就不用消失了 当然呢 如果说我们是新企业的话啊 我们点击备案申请向导 在这里边有一个退免税备案数据的这个采集 那么这样一样的话 我们选择出口退免税备案申请表 在这里边呢 进行备案啊 在这里边进行备案啊 填写相关的这种信息 那我们在注册企业成立的那一刻呢 就给大家进行过详细的一个讲解吧 啊 在这里边就不给大家再进行讲解 然后呢 最后生成退免税申报数据 打印我们报表 然后呢 报纵到我们的税务局啊 这就完成我们这个出口退免税的备案了 好了 这样我们登陆进来之后呢 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当前系统的这个版本啊 系统的这个版本呢 和我们这个马库信息的这个版本呢 是否都是最新的啊 是否是最新的啊 如果是最新的话 我们才能进行应用 如果两个你看当前系统版本是001 如果最新系统版本是002的话 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目前系统是老版本 所以大家要进行升级啊 这个地方会显示一个需要进行升级 大家但是大家点这一块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啊 没有意义的 商品代码的升级呢 会出现一个一线升级 那我们是可以进行选择点击的啊 那么商品代码呢 我们回头从单独的一个课给大家讲这个升级啊 以及他的这个筛选啊 那么进入这个系统之后呢 我们重要是在系统维护这块啊 系统维护这块 这里边呢 首先我们看系统配置啊 在这里面有一个系统的配置信息啊 我们点击一下 那么离线版本的系统配置信息呢 是可以进行修改的 我们老的这种单击版本呢 是没有修改这个案件的 所以你想修改这企业信息的话 在老的单击版本里面呢 必须要把这个系统啊 要进行一个删除 删除了之后呢 重新进行安装了之后呢 它又会提示有企业信息 那个时候我们在信息里面进行修改啊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提供了一个 在系统配置里面有一个修改的这么一个案件啊 所以这一件还是比较好啊 好了我们不用修改 直接点击退出就可以啊 好在系统维护的下面呢 系统配置信息里面 还有一个企业的扩展信息 那么企业的这个扩展信息呢 就是我们的分类的管理的代码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物质化的申报的企业啊 以及是不是一般纳税人认定啊 这有一些的这个扩展类型的代码 那么这个扩展类型代码 在你第一次安装这个退税申报系统的话 就是我们第一次是一个新企业的话啊 它是没有这些类型代码的啊 比如说你因为你这个是离线版本的啊 所以我们在第一次安装这个系统是没有这些版 没有这些代码呢 也非常正常 那么我们回头呢 在进行申报退税的时候呢 读取一个反馈信息 这些代码呢 也就自动更新过来啊 所以这个代码呢 如果是没有的话 也不用特别着急啊 至于老企业的话啊 我们看在这次升级的过程当中呢 过去我们的这个老企业 在升级导入我们数据的时候呢 也不导入我们这个扩展类型的这个代码 所以呢 也需要我们在进行反馈信息读入 但是在新的离线版 这个导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发现一个 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导入以前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还把你的扩展类型的这个代码呢 一起给导入进来 就是你是什么分类啊 什么分类的企业啊 然后是不是五指化 他都一块导入 就不用你再通过 我们的税务局的反馈信息接收啊 在进行接收相关的这种信息了啊 好 在系统培制下面有个系统的参数的设置修改 那么在新版本当中的这个离线版本的这个参数设置修改里面呢 我们看也简化了很多 在单击版本里面这里面的这个模块呢 最起码都有四个啊 比较复杂 很多的都用不上 所以在最新版本里面的话 我们的这个系统参数配置里面也简化了一些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系统的备份路径啊 可以进行更改 云备份密码呢 这个我们一会再说啊 功能配置一 功能配置一里面呢 我们默认这个选取报复单文件啊 还有电子口按IS卡的卡号呢 这些呢 都是我们在后面的课程都会给大家讲到啊 所以说这个参数配置里面呢 几乎就没有我们要进行更改的 就是你在进行安装完了之后呢 这里面几乎就没有进行更改的啊 在过去大家想想单击版本里面 这下面还有一个五指化的一个碎控盘的一个密码 对吧 那么在新的离线版当中呢 这个碎控的这个密码呢 就是说也没有了 就是我们在生成电子数据的时候呢 不再要求大家擦上我们那个碎控盘了啊 也不再擦上我们的USB盘了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比较好 因为咱们很多的企业老是反馈呢 那个取统程序呢 安装的比较费劲啊 所以很多企业我生成退税的时候呢 老生成不上去啊 所以这一次呢 就彻底给这个给取消掉了啊 你如果是五指化申报企业的话啊 所以说这块呢 也不用进行参数配置了 就直接生成啊 直接预审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点的改动呢 还是比较好啊 这点改动还是比较好的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些啊 下面这些 晕 在系统配置里面呢 还有一个口令参数的设置与修改 这里面我就不说了啊 这个参口令设置与修改呢 主要是我们登录的时候啊 你拥有配置的密码 那也不建议大家配置啊 因为你配置回头 如果是丢了的话啊 你的数据啊 也就损失掉了啊 所以就在这里边呢 在这里边的话 大家就不要 小初我再再给讲一刚才有一个车的声音啊 好 我们再看啊 系统配置里边的口令的设置修改 这里边的这个参数呢 就不建议大家进行更改 为什么呢 就是这里边的这个密码 如果大家设立上了之后呢 回头再丢了啊 那么里边的数据也就损失掉了 所以的话 我们的这个密码呢 就不建议大家修改 对这我们也就不太给大家进行讲解啊 系统的初始化 就是我们想更新这个系统的 这个里边的数据 把那数据全清除掉 我们选择这个yes啊 就输入yes啊 然后呢 一点就确定 这里边的所有这个 出口退税的数据啊 就都清空了啊 如果你是一个这个新的学员啊 以前从来没应用过 出口退税的声报 想用这个退税系统啊 操作一下啊 那你操作完了之后呢 再给它清除掉啊 再回头的反复的演练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 你是正式起出企业的快计的话 就不建议做这个清除了啊 清除错了怎么办啊 好 那么下面呢 就是数据的优化 数据优化也不给大家讲啊 这是主要对一些老企业来说的 有成立的企业的这个时间比较长 有大量的这个垃圾数据在里面 进行个数据优化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电脑 这个系统都比较快 所以说尽管是老企业 你也很难看出我们这个软件的这个操作啊 就是说性能慢的这个情况吧 好 下面系统数据的备份和导入 这个大家的需要经常用的啊 首先我们看系统的数据的备份啊 这里面分为两个备份 一个是云备份数据 一个是本地备份啊 云备份的这个数据呢 主要是把这个数据呢 备份到我们的这服务器上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软件公司的服务器上 所以他只保留这个三次 但在进行备份的时候 他会要求有一个初始的密码啊 那么这个初始密码一般是存放在我们C盘的啊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密码在哪里啊 一般来说我们是存放在退税申报系统 这个备份里边啊 然后呢 像这里边 这个文件里面打开的话 他就是一个初始的密码 就在这里边 那么这里边我就不给大家显示了啊 那么大家在备份的时候 要求这个填写这个密码 我们填写进去就可以了啊 这云备份的好处就是说 你这个数据呢 比较安全啊 就是不太会丢失 他的坏处也就是说 你把你的出口数据呢 备份在软件公司 就会被软件公司 把你的数据采集过去啊 作为一个大数据进行整理啊 提供给他们那个需要的客户啊 各有各的优缺点啊 本地备份呢 就是将这个数据呢 直接备份到我们刚才这个目录里面啊 这里面有业务数据备份和完全数据备份 业务数据备份呢 只备份我们这个退税的申报系统 那么我们的这个完全数据备份呢 除备份我们退税申报系统里面录入数据之外呢 还备份我们的企业扩展信息啦 企业参数啦 还等等的这样的这个数据 那平常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大家呢 如果一个月当中呢 做几次业务数据备份啊 是没有问题的 但完全数据备份呢 大家就是说 尽量的话 我两个月做一次啊 或者三个月做一次啊 就可以啊 或者就升级前做一次啊 就完全可以 那么他的这个数据备份 我们看一下啊 然后呢 直接点击确定 正在提起数据 请稍后啊 其实他也是存放在我们刚才的这个目录里面啊 好 我们打开 这里面还在这个数据备份啊 我们看一下就能看 提取的比较慢 因为他这个数据量比较慢 而且我也给大家正在录课啊 所以这个软件它的这个速度就运行了就比较慢 正常情况下就一瞬间也就过去了啊 好 这样大家看啊 我们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备份 都备份在我们在这里面 有一个JSDOTN1T点的这个这个文件啊 就都备份在这里面啊 就是在我们C盘下面 退税申报系统备份里面 好了 这样的话 如果说我们 以后还有一个更新了啊 就是说 比如刚刚更新002版本的话 我们先对他进行这个业务数据备份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完全数据备份 当然我们在这里面 如果说你知 你只是就是说 起着一个什么安全备份数据作用 我们选择业务数据备份 如果你是更新系统啊 我们就选择完全数据备份啊 然后呢 备份好了之后呢 我们点击系统备份数据导入 那么这里面也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云备份数据导入 就是将我们以前在这个云备份里面的数据呢 导入进来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本地导入啊 那我们就选择本地导入 升级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导入先清空数据库啊 然后呢 选择备份数据路径啊 就是先版本安装好了之后呢 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选择一个最新的啊 就这个文件啊 打开 然后呢 点击导入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面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啊 那么你就像我这个系统的话 用不用做备份了 实际上不用了啊 因为我们在第一次进行登录这个系统的时候 大家想不想了 登录这个系统的时候 我们再点击企业信息导入啊 然后呢 我们这备份数据呢 就对他这个企业信息进行恢复了 然后呢 回头我他又有一个模块提出问题 就是你是否把数据也导入进去 然后我们又选择个导入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那个退出数据全部导入了啊 所以应该说这个备份呢 也是起个第二次备份的这么一个作用 备份导入的这么一个作用啊 就你第二次的话 如果说你觉得以前的这个数据备份呢 不是特别准确啊 或者影响你现在申报了 那我再想导入一次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 我们最新的备份这个数据 然后去导入前清空数据库 导入就可以了啊 好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软件的这个安装仪配置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感谢大家